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CWC Channel 一个给你满满iPhone资讯的频道 iOS 15.5 正式版已经推出 里头有很多更新的功能 其中一个就是修正容量异常的问题 这些更新内容包括Apple Cache Podcast HomePod 自动化以及天气 这个影片会来介绍更新前的准备 以及更新后的内容资讯 如果你还没订阅本频道 本频道是介绍iPhone相关的密技 攻略iOS 趋势科技 并提供问与答的服务 欢迎订阅 超级感谢 想要了解更多的iOS资讯都在 您在更新之前 有五个事情必须要先做好准备 第一个请先做好备份 第二个确定你的电量足够 第三设备是否支援 第四容量够不够 第五确定你有网路可以提供下载 首先备份 点选Apple ID iCloud备份 你可以选择立即备份 接下来确定你的电量到控制中心 你的电量必须要高于50% 如果低于 麻烦你用充电线插着电的方式来升级 第三个是你的设备 只要你能够升级成iOS15 通通都可以升级成iOS15.5 接下来容量 iPhone储存空间 确定你是否有足够的容量来升级 最后一个确定你的网路是可以使用的 你可以连接到WiFi 在15.4之后你可以用行动网路 像是4G、5G来升级也没问题 确定完这五件事情后 你就可以准备来升级 升级方式 点选设定 一般 软体更新 你这里就会跳出iOS15.5 提供下载 点选下载并安装 输入密码 大约过了20至30分钟之后 你就可以升级完成 先做确认 点选设定 一般 软体更新 这里你就会看到你已经升级完成的讯息 这样子就成功了 接下来来介绍升级完之后 一些重要更新 以及除错的内容 首先第一个是Apple Cash 之前苹果支付的名词用的有点混乱 有时候叫Apple Pay 有时候叫Apple Cash 那它又自己有Apple Card等等的服务 导致各个名词混淆在一起 所以15.5 有点像是要整合苹果支付的名词 并提供一些新的功能 那升级完之后 如果你到钱包的应用程式 点选Apple Cash 那这里多出了两个按钮 勤款传送 勤款点下去之后 你就可以输入收件人的资讯 选下一步 这个画面就可以让你去提出勤款的要求 我这里是美金 输入例如10块钱美金 点选提出申请要求 这样子它就会传送到你的收件人 移出请款10块钱美金的要求 你可以加入注解 完成之后点选传送 对方就会收到 当他接收到之后呢 点选下去 他就可以付款 另外一个按钮是传送 点选传送 选择收件人 下一步 传送的金额 点选讯息传送 你就可以把10块钱美金 透过Apple Cash 传送给你的指定收件人 那你会想说 Apple Cash可以做什么用 平常你在商店的时候 有些商店有支援Apple Cash的消费 你都可以用Apple Cash的方式来支付 另外一方面 如果你点选讯息 现在也有Apple Cash的符号出现 点选在下面这边 你就可以看到Apple Cash 之前是Apple Pay 那你如果点选 可以像刚才一样 来请款或者是付款 接下来第二个重要更新是Podcasts Podcasts是一个网路的广播 有点像是YouTube 你可以去搜寻各种频道 不过跟YouTube不一样的是 Podcasts不是以影片的形式来呈现 而是以广播的方式来聆听 在15.4的时候会出现一个问题 是容量错误 也就是一开始所提到的容量异常的问题 现在15.5做修正 这里是一个范例 那由于我已经升级成15.5 我的容量已经没有异常了 没办法做示范 不过我之前的手机 我有做截图 你可以看到我的Podcasts 我并没有使用的非常频繁 它却吃掉了大约4G的空间 这个就是异常的现象 你可以现在去看你手机是否也有容量异常的问题 查询方式 点选设定 一般 iPhone储存空间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你是否有Podcasts吃掉你大量的容量 我这边没有了 因为我已经升级完了 而且已经把资料处理好了 所以已经修正完毕 这里做示范 那首先我先说明为什么会有容量上的问题 这里点选Podcast 点选搜寻 你可以搜寻你所喜欢的频道 例如我搜寻iPhone 这里就有很多iPhone相关的频道 我随便点选一个 这里它就有很多单集的内容 以这个为例 它已经出到了182集 15.4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当你去下载单集的内容时 它不会去下载单集而已 它会下载整个182集的Podcasts 造成你容量吃掉过多的现象 如何下载 点选其中一集 这里就有下载的符号 点下去 它就开始下载 或者是你可以点选三个小点点 你就可以下载单集 之前的错误就是 你点选之后 它不是真的下载单集 而是它下载全部的集数 造成容量问题 所以现在苹果做了修正 同时也提供了设定的方式 点选设定 一般 iPhone储存空间 好 你就会看到Podcast 那由于我已经起理完毕 现在只剩下有15MB而已 点选 里头它就会列出 所有你有下载的单集的内容 这里你可以点选 删除App 把它删除掉 这样子它就会把之前的空间 全部清除掉 接下来你就重新下载 请到App Store 往下滑 重新下载Apple Podcasts 下载完之后 你的Podcasts就回来了 容量也就回复 点选设定 一般 储存空间 好 我现在的容量就剩下31MB 所以如果你有异常问题 清除 删掉 重新下载 你的容量就会回来 回来了之后 你还要再做设定上的调整 请点选设定 往下滑 这里就有Podcast 点选 iOS 15.5 多出了一个新的设定功能 自动下载 点选自动下载 你就可以设定说 你要下载的是新单级 还是两级三级五级十级 之前的设定是所有的新单级 导致吃掉太多的容量 所以现在它让你选择 接下来 第三个更新是 Home 家庭 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在用家庭这个应用程式 它可以去控制智慧家庭的设备 像是智慧门锁 智慧插座 智慧灯泡 等等 都可以透过苹果的这个家庭应用程式来控制 那这个程式在15.4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 如果你的设定是当有人离开家之后来触发一个字件的话 这个事件会无法成功 15.5修正了这个问题 连选家庭 这里离开家的设定的话会无法成功 现在15.5修正了无法成功的问题 这个是第三个重要更新 下一个更新是HomePod 如果各位有在使用HomePod这个设备的话 它现在在设定里头多出了WiFi的指示 让你知道说你的HomePod 现在的WiFi讯号情形是如何 左边这张图是iOS15.4的时候 这里只有显示你连接到WiFi 增集完15.5之后 你的WiFi就会多出了一个讯号的指示 符号 你连接到WiFi 以及讯号的强度 接下来第五个更新是天气 各位在使用天气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有时候天气的预测 并没有那么的准确 资讯预测的错误很常见 所以一个解决的方法是 大家来提供当地的天气资讯 如果跟预测的有差异 可以更新 所以iOS15.5多出了一个回报的功能 让使用者来亲自的回报 增加天气资讯的准确度 好我们现在来看看如何来回报当地的天气状况 点选天气应用程式 好请你往下滑 到最下面这边你就会看到一个回报问题 你可以描述所在位置目前的天气状况 来改进天气预报 点选查看更多内容 这里头你就可以回报当地的天气 它这有说明Apple会收集大家的位置以及意见 如果确定没问题 它就会更新 但你不用担心隐私权的问题 这里有强调资讯不会与你的Apple ID产生连结 所以它是一种匿名的方式来传送回报的资讯 如果天气预报是下雨 但是现场你发现是晴朗的 你就可以把它打勾 另外在气温方面 你如果觉得现场的天气是比较温暖 还是感觉正确 还是比较冷 你就可以来回报 风空气品质 还有其他的天气状况 透过这样的回报 因果就可以知道当地的可能的气象 那如果很多人都回报 而且都提供非常相似的资讯之后 更新正确的天气预报 好 影片的最后 iOS 15.5 还有一些错误的修正 这里我就直接到Apple的官方网站 来了解细节的内容 这边它所列出的就是 iOS 15.5更新的资讯 刚才有提到的Apple Pay 那如果你是开发者 也有一些开发者的新的功能 那这里有一个功能 没有提到的就是健康这个应用程式 如果你有使用Apple Watch 来侦测你的血氧状态 这个血氧状态的资讯 那在传输到健康应用程式的过程中 可能应用程式会自动关闭的问题 那这里iOS 15.5 已经把它做修正 另外在苹果的官网也有提到 有关于紧急SOS电话 你可以按5下来开启 不过之前会出现问题 没办法成功 那我现在来试看看 在侧边按钮这边按5下 12345 那这里就会出现了SOS紧急服务 所以是成功的 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那有关于SOS紧急服务 事实上有一个小秘技可以分享给各位 刚才我在按5下侧边按钮的时候 我还必须要滑动一下 才可以开启紧急电话 但其实可以省略这个动作 这里示范 点选设定到SOS紧急服务 这里有一个设定是关闭的 你如果把它打开的话 按5下 过了几秒之后 它就自动的拨打电话 那我现在做示范 把它打开 完成了之后 我现在再按5下 看有什么样的变化 12345 它就倒数了 OK 我要赶快关掉 好 如果你觉得必要 你就可以开启 所有的主要更新介绍 都已经做了说明 希望在修正容量异常问题之后 你的手机容量变得更多 方便你使用 如果这个影片对你有所帮助 可否按赞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如果你可以赞助本频道 非常感谢 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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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nectors 拜拜 최근 smooth